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直播老外 老外請說 嗨 大家玩的就好 不管眼前陸與天原式氣象在您身邊 快來到山海氣象的世界 9月份的第二週了 而這天氣上的狀態在部分地區 似乎顯得比較劇烈 之所以會這麼說 就是午後對流發展旺盛的關係 出現了短延時的強降雨 而這些地方就包括了 台中 南投 雲林 嘉義 以及台東 而又以這些地區的山區為主 另外呢 在南高坪 大雷雨的現象也是猛灌 所以氣象署也發布了這豪雨特報 也因此呢 這個星期的一開始 是天氣上就顯得很不穩定 同時間呢 在北部地區的天氣 白天如果待在戶外個幾分鐘 這身體也會一身濕 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溫度真的過於高分炎熱了 數據上可以看到 高溫是來到了36.8度地點 是在新北市的三峽區 雖然這個數據呢 沒有比夏天時候來的高 但氣象署呢 還是發布了高溫相關的警示 至於未來一周的天氣預測 等等我們就先從第一張的 衛星雲圖一起來了解了 這幾天對於許多由東部搭火車 或者是開車的民眾 行動上是特別的困難重重 因為呢 之前降雨的關係 是讓花蓮部分落斷出現了 落石或是吐石流的現象 而未來可能還是要多加注意 而圖卡上呢 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們附近的低壓雲性呢 不僅多 而且呢 也很活躍 並且呢 都圍繞著我們台灣 而明天呢 持續受到他們的影響 旅區的部分會開始有些變化 主要在北部跟宜蘭 這降雨的量會是比較多的一個情形 同時呢 也會有較大雨勢的發生 而在花蓮跟台東的部分 則是有局部的短暫正雨 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但是一個必須注意的重點就是 吐厚雷的現象 依舊會出現 所以呢 提醒吐厚在戶外的朋友們 就要多加注意了 至於天氣上有沒有轉好的機會 我們繼續從一周的天氣分析圖來了解 剛剛有提到 明天開始呢 受到低壓雨季的接近的影響 北部呢 會開始有明顯的雨勢 而這也是我們圖卡上的這個大大的標題 要告訴大家的 而小標的部分呢 就是要提醒我們中南部的朋友們 以及各山區的部分 就要注意午後雷雨的現象 而預估到了星期三開始 到時候呢 這一波低壓雲氣呢 會遠離我們降雨的現象 會緩而下來 但偏偏到了星期四的時候 受到不同天氣系統的影響 這環境的風場呢 會開始催東風跟東北風的關係 水氣又會增加 就大數據的分析跟預測 到時候呢 全台都會有震雨不過 預估東部的降雨的情況 會比西部來得明顯 而在溫度的部分呢 平地地區預估 都會有在30度以上 白天還是屬於比較悶熱的一個天氣狀況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你整理的山海奇效 屏東的獅子母 那一根滿洲最低溫 22度高溫 是維持在32度 泰武來一根春日最低溫 21度高溫 也維持在33度 三地門物台一根馬甲最低溫 17度高溫 也來到了33度同樣注意午後雷雨的現象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3度高溫 是31度 夏伊達阿里山溫度數路在13到30度之間 注意後雷雨也要注意日夜間的溫差 南投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0度高溫 30度 台中的和平 溫度數路在15到29度之間 將以機會最高有7成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9度高溫 是來到了29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5度 地點是在建市 而高溫 31度 北部地區來根復興 最低溫 19度高溫 30度 伊朗的大通跟南澳 最低溫 19度高溫 是維持在33度 花蓮的部分星辰 花蓮是跟吉安 最低溫 26度高溫 33度 又林根萬榮 低溫18度高溫 是充到了34度 首峰跟封冰 最低溫 23度高溫 也衝到了34度 霍林 光復跟瑞 最低溫 24度高溫 34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 最低溫 降到10度地點 是在佐西爾高溫 33度 台東的海岸線 最低溫 25度高溫 是維持在35度 感覺受傷 會是比較悶熱的 縱谷地區 最低溫 18度高溫 是來到了32度 陸夜 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 23度高溫 33度 南魁地區 最低溫 19度地點 是在京峰兒高溫 33度 楊美大夫村的蘭嶼 溫度是落在 26到31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基門 跟澎湖 最低溫 27度高溫 31度 歡迎收看天氣 讓您出門不漏氣 下雨的現象 預估星期二之後 北台灣的朋友們 就要多加注意 而到了星期四開始 雨區就會轉換到 東半部地區 而且會持續到星期日 當然不下雨的時候 就溫度依舊悶熱 防熱傷害的工作 大家還是要做好 而目前 在我們南方海面 是有利於熱帶系統 發展的環境 原始的街巷團隊 也會隨時 為波羅族人來掌握 就由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線心平安